台湾网球国手苏玉祥本来预计今年要展开职业生涯 却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也没有办法出国比赛 不过他正向思考虽然没有办法累积比赛的经验 但可以加强训练 网球场上选手晖汉如雨不断练习 把每一球都当作关键全力以赴 他是网球国手苏玉祥 今年才刚满20岁已经有11年球龄 他9岁开始学打网球 10岁拿下全国冠军 14岁时勇夺全球青少年网球比赛 亚洲大洋洲冠军 186公分高的苏玉祥擅长发球 曾经在国际赛中发出 时速高达214公里的球 让外国职业选手对他刮目相看 原本今年职业生涯要起步 却遇上武汉肺炎搅局 国内外无赛可比成了疫情的另类受害者 ATP跟WTA的规定他们停赛 在7月13号以前是不会有任何比赛 影响当然就是说 他们减少了一些职业赛的比赛的机会 就是累积经验的部分 会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调整自己的身体 然后技术训练 再让自己更加成熟 包括身体的状况还有心态也是 虽然苏玉祥无法以战养战 累积比赛经验 但还是持续加强训练磨练技巧 每周至少练习6天再配合重训 将身体状态调整到最好 等待ATP职业网球开打的那一天 而苏玉祥的球友前台中市新闻局长 卓冠廷也看好他的未来 那玉祥因为他很有天分 那也非常认真 等到疫情比较平息之后 职业赛事还是会开始 那他的大好的一个网球的生涯 才正要开始 我希望可以第一年让自己的职业排名来到500内 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像包括台湾卢彦勋啊 然后像日本的井志龟啊这些 可以让自己更被国际看见 以日本好手井志龟为目标 练习再练习 等到职业网球重新开赛 苏玉祥要用他的球技让世界看到台湾 明知新闻李宜修 陈慧宏 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